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有一些网友就是给我留言说 哎哟 何频你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啊 很憔悴 其实为什么憔悴的有时候啊 我是早上 一起床 要敢出敢设 非常匆忙 但是有时候事情很紧急啊 我就得赶紧来做一个节目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吗 早上起来你还没有睡醒啊 对吧 眼睛可能都是肿的 还是 这个我也老了吗 就是 皮肤要生迟的 然后有时候还睡眠不够 所以就是很年年憔悴 有时候是晚上 本来都要休息了 十一点了或者十点钟了 有时候一两点钟了 忙完很多事情了 哎哟 你看 其实在这个时候都很累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有一个什么事啊 我需要讲一讲 所以呢 给人的感觉 其实我很疲劳 这是谢谢大家的关心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有了这个视频以后 就特别的感觉到 很方便的跟大家交流我一些看法 所以不管我怎么疲劳 我不是给大家展示这个形象的 因为 我不是演员嘛 也不是专业的播音员嘛 对吧 我所 更多的是讲的这个 内容 给大家有没有帮助 那我今天想讲什么呢 就是我想就是 我在很多次 其实都重复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 我是作为一个新闻媒体人 我对这个媒体没有很自豪的感觉 对这个职业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 对于读者来讲 或者是对于观众来讲 只看到你抛头露面 只看到你的名字出名 其实呢 不仅是后面的艰辛问题 主要的问题是 这个里面太隐于去错误 媒体的错误非常之多 明镜的错误就不用说了 所以有人就 吃饭啊 或者是见面的时候 很不可以讲 你的网站还不错 但是有些东西是错了 是怎么怎么错的 跟我讲一通 我的英文新闻那么多 我也未必每一条看了 即使我看了 也未必一定能看得出 所有的错误 我就只好讲 是是是 谢谢 其实我们犯的错误啊 比你讲的还要多 还要多 这不是一句 随便讲的一句玩笑 是真实的感受 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 我对这个职业 我真的是不认为是一个好的职业 是是是是 你好像 你当然可以把自己总结一番 什么时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独家报道 什么时候你写的评论很有影响 你什么时候一个节目 多少人看 多少人觉得很了不起 但是忘了有多少人在骂你 多少人看出了你的问题 看出你的缺陷 看出你的错误 看出你的偏执 看出你的这个无知 但是呢 不过 我不是完全的这个 就是说 只有我们犯错误 其实我们的新闻同行啊 也是会犯很多错误 其实也不仅是新闻同行 就是读者的判断 或者是评论家的判断 就是 也是会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 好就好在现在大家可以自由选择很多媒体 好就好在现在自己也掌握了这个 每个人都可以掌握了媒体的工具 可以把自己的观点 表达出来 当然在我看起来 有一些观点表达也是 太充满了一点 就像我做节目一样的 没有经过任何的装饰 没有任何的准备 没有任何的底稿 有时候是很粗糙 有时候 它过于的急躁 有时候呢 未必表达得很准确 你写个稿子放在前面 读稿机看一下 那肯定是比较完美 逻辑比较完美 像我这样随意讲 讲到哪里算哪 但是所以我就说 我把我们的节目定位为 以聊天为主的这么一个节目 这样的话 近于是很多网友 很多观众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所以我讲话就更加衰异 但是好处就在于 大家可以看到我当时 及时的想法 及时了解的情况 但是确定就是 错误可能太多 但是错误不只是明镜在犯 很多人也在犯 你像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香港出现了 一份报纸的文章 这个报纸后来产生了 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一系列的评论 就是香港有一份报纸叫 《陈报》 这份报纸是 稍微了解香港报约时的人都知道 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报纸 一度在香港的发言量和地位是第二位还是第三位 就是地位很高 影响很大 但是当我看这个报纸的时候 那已经是八十年代的 八六八七八八这几年吧 还是八九年 然后这个 到了后来就看的比较少 等到后来我到香港去工作的时候 九十年代 所以我看这份报纸就更少了 主要的语言是这份报纸它慢慢就衰落了 那么呢 那个创办人嘛 那个老赢家的身体也越来越不行 所以后来是不是他当时已经去世了 是怎么样 这份报纸反正就是 转了很多道手 很多道手 包括我的朋友在里面当过总编 当过编辑 所以有时候就跟我讲这个里面的情况 讲一讲 那么最近一年以来 就是半年吧 一来 那么这份报纸呢 慢慢已经被忘记了 而且突然出现了一篇这个 因为所有被忘记 或者是出了很多问题说 薪水都发不出去 然后 几度都好像停报纸 停掉了好像 把报纸都停掉了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好像 好像找了一点钱又又又又又復刊了 那么復刊以后呢 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设议啊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 停报停刊了 太普遍了 福报呢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反正看点不多嘛 对吧 但是呢 重报出了一篇文章 就是讲香港之所以出现这么多问题 有四个人要承担这个责任 一个是负责港澳事务的 张大江 前国人大委员长 这个是政治局常委 他是中共中央港澳领导小组的组长 还有一个就是中立办的主任叫张什么名 还有一个就是香港特首梁振英 一个就是香港文汇报的社长 他们说这四个人把香港搞乱了 我应该名字没有记错吧 那我就在节目中间 之前跟很了解香港情况的一位朋友 在民间电视里面就做了一次节目 跟大家分析了一下 什么叫亲中报纸 什么叫中共报纸 因为很多报纸把这个报纸发表的文章 说是亲中的存报 发表什么文章 强烈给人的感觉和暗示 甚至不是暗示 就是明确讲 这就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 所以在让香港存报 登了这项文章 那当时候我做这个第一次报道的时候 我希望给大家给媒体人一个参考 这些评论家也有参考 但是几乎没什么用 香港人和海外一些评论家 还是赵蒋布 说高层权力斗争 反映在报纸上 你看这份报纸还是一个亲中报纸 后来早一段时间 我访问了一个香港商报的助理总编 龙先生 那么他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什么报纸 叫中共报纸 那我们在上面分了 比如说 完全由中共提供经费的报纸 文汇报 大公报 当然文汇报有两份 一个上海文汇报不算 就是香港文汇报 大公报 香港商报 这完全由中共百分之百提供经费的报纸 那当然就叫中共报纸 你不能说这份报纸叫亲共报纸 对吧 你不能说人民日报是一个亲共报纸 这不对的吧 人民日报就是一个中共的报纸 第二个层次则是那些 例子上比较倾向于中国大陆或者是中共 但是对中共仍然保持一定的批评 一定的事实报道真相的情况 那么这类报纸 他们的老板的一个标志就是 他们基本上是政策委员 或者是政策常委 就得到了中共的某一种的认可 或者是得到某一种中共的尊重 或者是双方有某一些默契 和某一些程度的合作 但是这些报纸呢 一般来讲还是一些暴人 或者是传统的投资家 他们所办的报纸 这些报纸是明报啊 东方日报啊 尤其是新岛日报 这些报纸都算在内 对吧 甚至包括南华早报也算在内 但是这个香港成报呢 我不认为呢 在早几天的节目里面讲了 我不认为它是一个中共的报纸 因为它这个报纸的经费不是由中共提供的 但是我也不认为呢 它是一个轻重的报纸 因为它这个报纸的现在的老板 已经早就逃亡到了美国 那么它在中国有很严重的经济纠纷案件 当然这种事事而回的事情 我们不想不能相信中共单方面的 对这个成报老板的这种指控 说他诈骗啊 说他怎么怎么回事啊 这个很难认定 因为我们没办法对中共的司法呢 有基本上的信心 有基本上的认同 所以我就说呢 香港成报发出这些文章 不能说是中共内部的一种声音在上面反映 因为报纸老板 报纸老板是一个在中共看见的 他是一个形式 有形式问题的这么一个人 那么中共内部怎么会 找到一个有形式问题的人 办了一个报纸 来传递或者是把中共内部 斗争的这种情况登出来呢 何况这份报纸的发言量非常非常小 小的可以说很可怜的一种地步 对不对 然后老板又是这么一个有名的 又是现在 逃亡在外面的这么一个经济 被中共看见的有经济问题的人物 对吧 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就讲呢 这里面有好几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这个老板他是不是有没有犯罪 这个我们不能认定 我们也不相信呢 中共深圳那种警方啊 给他单方面的认定 这个不通过独立的司法审定呢 我们没办法去碰到这个老板 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有形式犯罪的人 但是呢 我看了这些报道的简单的介绍 那么这些内容 我毫无疑问地判定 这个香港的《城报》 它是一份独立的媒体 就是跟我们一样的 是一个独立的媒体 后面没有政治背景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什么纠葛 它就是一笔 抱歉了 刚才这个 没有讲完 然后我的手机的空间就满掉了 所以只好我花了一些时间 去把那个空间删掉 重新把这个 节目讲完 那我刚才就讲到了 《城报》的整个运作 是一个独立媒体的运作 这里工作的人呢 都是媒体工作者 那么 这篇文章的主者是谁呢 我相信呢 只有总编啊 或者是他们的编辑啊 或者是他们的老板主的主者是谁 我只能去揣测 那我揣测呢 也许这个主者 他曾经是中共的一个官员 也许这个主者是了解中共 官商内部运作的情况 也许这个主者 是了解一些 中国大陆内地 和香港现在的情况 也许是一个商界人士 也许他就是一个 一般的媒体工作者 这种身份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呢 这个文章本身 应该不具备有 是某个中共内部的某个派系 他写这么一篇文章出来 来攻击张对江 批判张对江 从来得到舆论的支持 最终呢 把张对江给干掉 或者是影响到张对江的决策 或者来引起中央的注意 引起习近平的注意 来回头收拾张对江 是不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我认为几乎就没有 为什么没有呢 就是因为 我讲的 因为这个报纸老板的现在的处境和身份 和香港陈报 本身它虽然是历史悠久 但是是一个发行量很小 或者是影响力很小的 这个一个媒体 现在全世界的媒体都不行了 就是纸质媒体很多都有很好的历史 但是现在都没有影响力 所以借着这份报纸 来去传递 某一些内部的信息 在我判断起来 这个可能是几乎是零 但是呢 这也没关系 如果我这样判断 错了或对了没关系 但是我看到的是 早几天香港的这个陈报 的管理层被人 产生某一种骚扰 甚至在家里的寓所 上面还被 破了红气 那我当时是非常的愤怒 因为作为一个同样层次媒体工作的人 我觉得这是非常令人 不能接受的一个事情 应该表达我们的愤怒和批评 因为这样一篇文章 就会引起了这么一个后果 你们通过这样一种 骚扰的行为和喷嚏行为 本身只会把这个事情 进一步磕大 而达不到你们想 狭化人们的目的 就是阻止承报 不敢登这个文章的目的 根本达不到 所以哪里有这样一个愚蠢的事情 不但是一个愚蠢的事情 而且是达不到 他应该的效果 反而把效果搞得更糟糕 所以我当然是 做了一个视频来批评这个事情 但是我在注意到香港媒体 反映的时候 香港很多的团体 也跟我的立场差不多 就是来谴责和批判这种 破坏言论自由的立场 但是有一个 香港媒体组织的领导人 的一个讲话 我就注意到了 他说只有左派的人是认为 这个是香港承报的单方行为 而香港相当多的人 或者说大多数的人认为 香港承报这篇文章的背景 后面是有高层的 是反映了中共的权力斗争 这个我就坦率地说 我就很猜疑 我就很猜疑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如果这位 人讲的是正式情况的话 我就很为香港的前头担忧 因为你对一个 中国的政治情况是这样一种 判断在我看起来 那是很危险的 说明你对中国的政治情况太不了解了 但是他是一个 这位讲话的人 他也是一个媒体的同行 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在意 今天 我又看到香港的媒体的一个报道 这个人还是曾经担任过 中国的政协委员 我看到他的标题里面媒体 就是说 香港承报事件 反映了中共高层的 内部的权力斗争 这个我就觉得 值得我们思考了 就是为什么会 做出跟我与子 相反的这么一个 判断 那我也不能说百分之百 肯定 我的判断就一定对 但是呢我只是说 我想把这个意见提出来 给香港的 这些评论者 香港的关心证据的一个参考 你们去思考一下 真的情况是那样的吗 真的是内部权力斗争 反映在香港 陈报这样一批文章吗 我不是说 张晓明嘛 中联办的主任 或者是 梁登英 或者是张在江 在香港现在处理的事情中间 没有责任 这是两码事 我当然认为 香港今天出现这么多问题 中共的领导人 要承担最主要的责任 因为他们在很多场面 违背了一国两制的一些承诺 那么呢 固于粗暴 很多的 处理香港问题后面固于粗暴 那么当然是值得批评的 但是和 你承报世界这篇文章 是不是有中共的背景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只有这样 你不管是喜欢一个人 还是讨厌一个人 如果你真正要对这个人提出一个批评 或者表达一种你的善意 或者是某一种情感 你至少要对这个情况有基本的了解 不能产生一种误解 那在我看起来现在对承报文章的一个评价 香港假如像那批 那个媒体领导人 媒体组织的领导人讲的那样 是多数香港人是这么看的话 我真的是为香港 和内地的关系 非常的担忧 因为从这个来讲 误判有时候是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是非常严重的 但是媒体上面 这种报道大家的误判 大家的这种认知 真是有很多的差别 我就讲到了 早几天 中国大陆不是发生了 这个老兵去维权的事情吗 去争取他们应有的权力 结果 烙成一个很大的新闻 明镜的火拍里面也出现了 很多这样的视频 我在美国之音也做了一些 评论和看法 那对这个事情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都可以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有些人支持老兵 有些人有点责败老兵 有些人觉得老兵怎么那么组织起来 有些人说老兵的政治考核 他单一 不是诉求他单一 只是考虑了自己的权益等等 我觉得都是无所谓的 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事件 而且 早一段时间出现过 现在又重演了 那大家的看法就不同了 有的不同就是有一个朋友 他很了解中国的情况 他就跟我说 这个里面肯定有贸易 肯定有贸易 故意的给北京来看 那这种说话也有 张立凡先生好像就讲的 就是因为地方上 让你去 中央去解决这个问题 中央去解决这个问题 好像是他讲的 如果我讲错了的话 那应该是我来承担责任了 他有没有这样讲 大概是 我记得张先生这么讲 或者是谁这么讲 不重要反正是有这么一种看法 就是说 地方上这次让 军人 有些地方上你去争取你的权利 实际上也就是想 减轻一下地方的负担 那这个猫腻来讲呢 我觉得可以理解 也有人说呢 警察对这个事情呢 有点秀手旁观 因为觉得呢 第一是老兵 养不起 就是他们力量比较强 他们都是这个 数国中要顺利 不要随便去激怒他们 第二个是他们有一种同情的心理 就觉得 我今天 这样对你明天就是我自己的下场 我何必呢 我们都是维稳机器的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解释 都有一定的符合事实和逻辑 但是我看了另外一段解释 我觉得很吃惊 就是说 是军方在后面去支持老兵 让老兵呢 去 去 上中纪委 要求 然后好像有点逼宫的味道 那么好像军方在后面是一个黑手 这个判断 我就非常的吃惊 因为用最起码最起码的尝试的指导 就是 刚才讲的地方上的猫腻 或者是警察的猫腻 或者是某一些 跟这个相关的具体人的猫腻 我都可以想见 会有可能性 但是你说作为一个军方 把一些退伍军人 运到北京 或者是帮他们提供很大的方便 到北京去向中央 要求维权 这个不是一般的事情了 那就是大事情了 或者是天大的事情 但是你稍微用脑子想一想 这可能吗 可能吗 在中国政治框架之下 哪一个军方的领导人敢下这样的命令 去帮助老兵 去威逼中央啊 到中央去闹事啊 你说可能吗 连省委书记省长地方领导人 他去提供这个工具 都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我只记得在89年的时候 当时说 李月凡啊 就提供过帮助 说你们学生啊 要去怎么样 你们就去北京 听说有这样的传说 我没有完全得到这个证实 但是那个情况是非常特殊时期 非常特殊时期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已经整个中国的政治军界都已经很混乱了 很多地方领导人 也搞不清楚怎么办 有时候中央一看了 赵紫阳去慰问学生 他们也跟着一起去慰问学生 对吧 发现上面要紧一点 这是一小撮反革命 他们马上是一小撮反革命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做出某一些误判 或者是做出某一些特殊责任的行为 那是可能的 但是在今天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不知道网友们怎么看 怎么可能有一个 军方的 势力在后面就推动老兵 去向中纪委去维权 这是我的一种怀念 那我们这个节目 就是民间电视和民间火拍这个节目 不仅是提出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 给大家去分享给大家 但是呢 你要真正去判断他的可行都有多少 或者是你信不信任他 那每个人的看法就可能不同 同样也是这样 我们对很多 流传在社会上的很多看法 很多的信息 也提出我们的一种质疑 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 或者我们的一种认可 这就是我始终做这个民间节目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触发点 我认为很多事情咱们就 就互动来讨论 咱们一起来判断这个事情的真假 这样的话使我们不要轻而易举 被社会上这种传闻所误导 有时候人们虽然比较相信 比较省动的东西 比较相信那些比较奇奇怪怪的 甚至表面上符合逻辑 或者是符合想象的东西 但是呢 我觉得提高我们的判断力 是我们真正能够了解 中国发展 或者了解世界发展的 一个 越来越需要 强化的一个前提条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